山域事故增加也让山难搜救对皮鱼奔命 台湾山区救难协会每年都会进行两次训练课程 这一次特别一地训练到狱里进行技能训练营 同时还选择在夜间来进行操作 让山区救难更有效率可以提升搜索的效能 山域事故增加也让山难搜救对皮鱼奔命 每年都会进行两次的训练课程 台湾山区救难协会 这次一地训练来到花莲狱里进行技能训练营 这次更是在夜间举行 让山区救难更有效提升搜索的效率 那晚上夜间有一堂追踪课程 最主要是追踪失踪者的主机 那就是夜间搜索 那目前我们整个团队大概有全省大概有80位 那我们现在目前在上的就是夜间追踪的要领 目前是属于秋季训练 并且也特别强调夜间追踪的训练课程 现在山难次数增加 夜间搜寻次数也攀升 希望透过训练让搜救能够顺利 对困难地形也不光是山难 那民政上是山难搜救协会没有错 不过我们的专业是在困难地形 那今天白天操作的是各项 各种困难地形的救援 台湾山区救难协会希望大家都能够慢慢的建立起 基本的一些登山教育观念 就能有效减少山难案例发生 政府跟民间应该通力合作宣导登山的安全 大自然的威力无法预测 民众唯有做好事前的风险预防以及管理 才能够尽情享受山林植美 记者高松双预理阵采访报道